今天除了是父親節啊 同樣是這個節氣裡頭的立秋 也就是說大暑過了 這天氣要漸漸轉變了 那其實在今天有一個開運的小秘方 你可以請爸爸吃飯 或者是說在早上11點 一直到下午的1點鐘 這段時間要記得吃個飯 能夠幫自己增添好運氣 那我們講到天氣啊 因為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其實今天在中南部地區 這邊還是有強勁的雨勢 北部則是有局部的短暫陣雨 在日本的東南方海面上面 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已經形成了藍恩颱風 中太平洋上面這四級颶風 朵拉也可能會越過幻日線 扣近台灣 出門散佈欣賞湖畔 青草綠樹 8號立秋同時也是父親節 要過節天空卻不作美 喀怒颱風遠離台灣滯留日本 不過引進了西南風 台灣多地雨不停 各地天氣不穩定 今天明天兩天 在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中南部地區和台東地區 有局部短暫性的震雨 或是雷雨 氣象局持續針對中南部地區 發佈豪雨特報 10號11號水氣還多 預估週末西南風減弱 降雨才會緩和 雖然降雨降溫 不過全台白天氣溫依舊炎熱 宜蘭花蓮台東還是發佈高溫資訊 其中在花蓮 今天是連續第三天 可能出現38度的高溫 東部地區不但花蓮可能出現38度極端高溫 宜蘭台東氣溫也上看36度 但還是得留意太平洋海面颱風生成都將朝日本方向前進 今天早上8點才行程的第七號颱風蘭恩 它的位置是在台北東方大約2800公里的海面上 如果未來它會往日本的方向移動 日本南方海面上的熱帶性低氣壓發展為今年第七號颱風蘭恩 擁有相當於強烈颱風威力的四級颶風朵拉 也可能在14號前後跨過幻日線 進入西北太平洋成為今年第八號颱風 到時候對台灣是否有影響還有待關注 記者王毅廷葉志雄SNG小組台北報導